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研讨会的正式内容 在我们会议内容开始之前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的讲师 包括我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是Amanda Yang,是联盟的亚洲解决方案架构师 那我们一起作为讲师来去跟大家分享内容的 还有我们泰连微电子的杨斌杨公 然后还有我们师来的电器的Tony赵玉 那另外的话,我们在后面的Q&A环节 也邀请到了我们CMGCZKB技术申请组的副组长 也是我们师来的电器的网号 会跟我们几位一起向大家对Q&A进行答疑 这是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关于ZikB以及ZikB Pro 2023的介绍 会由我这边来进行 那之后的话是ZikB Pro 2023安全特性 应该是部分的安全特性 以及关于ZikB的介绍 那会由Tony赵玉来进行 那接着呢是ZikB Pro 2023的其他的安全特性介绍 以及ZikB Direct是由我们泰连微电子的杨斌进行 那在后面的话会有我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以及我们会有大概可能15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答疑时间 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研讨会的过程中 对我们的这个内容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在Q&A的这个答疑的专区把问题给泡出来 那我们会在答疑的环节同意给大家进行回复 好的 那我这边就开始我们正式的内容 首先是关于ZikB的介绍 那这一点我们也在各个的场合 向大家做一个强调 就是ZikB和其他的通信技术标准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ZikB它是一个完整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它定义了包括像那个网络层的网状网络协议 并且它还定义了应用层的通用语言 那能够使得这些智能设备可以实现互通互联 那ZikB当然也是一个经过市场验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标准 那目前ZikB的芯片销售数量已经超过了10亿 那预期在2030年的时候 直到2030年符合增长率都能保持在8.6% 那我们也联盟这边也收到的这个ZikB的设备的认证数量 也在持续的增长 当然我们ZikB工作组也在不断的推进啊 开发一些新的特性 就像我们这一次也拿会提到的ZikB Proviling R3就是ZikB新特性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现 那ZikB可以带来的好处可以说是非常多 那这里有强调了这几点 比如说像它的这个通过它的这个统一的数据模型 还有它的网状网络协议的定义 来去保证它的互操作性 并且它的可靠以及这个低功耗 都是非常突出的优点 那并且它在从标准设计上能够去保证安全性 并且持续的做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升级 那并且在这个2023之后的话 能够支持同时支持2047频段和3C频段 那能够非常好的应用在像住宅啊 商业啊 公用税 特别是像能源这一块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应用 Amanda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我们都可以贴成那个非演讲人模式吗 上面那个Display Settings 这个贴成非演讲人模式 大家看到的是演讲人模式对吗 对 现在看到的是演讲人模式 看一下 不好意思 看看 是在 你知道这个是在哪里设置的吗 Hide Center View吗 试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非演讲人模式吗 可以了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那我这边继续 那这边是关于如何开发这个B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真正的介绍 首先从左边的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B它是一个纯正的一个协议 它在物理层麦克层上是使用 iTribe 802.15.4 那在这个网络层协议上是使用这个B Pro 那目前最新的是这个B Pro 2023 那在网络层协议的这个基础制上做了一个应用层的定义 包括我们叫Basic Device Behaviour基本设备行为 包括它的Clust Library就是这个B的功能级 以及对应的这个上层对这个B的一些设备类型的一个具体的定义 那每个设备类型它需要支持的属性啊和命令的要求是什么样 都有做非常详细的一个定义 那么所以当我们要去开发一款这个B产品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去确定我们要开发产品的一个设备类型 比如说我们确定说我们要去开发一款灯泡 那这个灯泡它比如说是我需要有这个开关调亮度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 那么就比较适合的是在这个B中有一个叫Dimmable Light 是这个可调亮度的灯 那或者是我同时我也支持调色温那可能是一个Color Temperature的Light 是一个色温灯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产品的功能需求来去选择比较适用的设备类型 那在确定设备类型的这个之后呢 我们去选择对应的这个芯片平台 那在做芯片平台选择的时候有两点需要注意 就是第一点说就是那我们需要去确保这个芯片平台 它对应的这个SDK是有做过这个B的兼容平台认证 这个因为是在我们在产品认证的时候 我们需要产品所使用的芯片平台过了兼容平台的认证 那这款终端产品才能做这个B3.0的认证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如果现在我们要新开发一款这个B产品的话 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这个对应的芯片平台 它是不是支持这个B Pro 2023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去使用它对应的一些新的特性 那在芯片平台确认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对我们设备的相关的一些属性来做一些配置 比如说这个它对应的这个设备类型需要支持哪些Cluster 那哪个Cluster它所需要支持的这个属性命令是什么 都可以在我们的规范里找到答案 那在我们的这个设备属性确定之后呢 还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基本设备行为 那基本设备行为包括比如说这个我这一款产品 它是一个Coordinator的协调器 还是一个Rutter的这样的一个路由 还是一个Ender Device的这样的一个可休眠的这样的一个终端产品 终端设备 那或者是我要如何去加网啊 如何去连接其他的设备 这都在这个基本设备行为的规范中 那在我们的这些属性啊设备行为能够确定 并且完成了这个开发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联盟所指定的测试工具叫Zigbee Unified Test Harness 也就是ZOOS工具来去验证我们的产品 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只要是联盟的成员都可以在联盟的成员专区里做一个下载 那在我们可以做完初步的这个验证啊 或者是这个初步初步测试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寻找联盟授权的测试实验室 来进行一些商务的洽谈来去做我们的正式的设备的测试 那在测试的同时呢向联盟去申请认证 那联盟会受你对应的一个证书 那前面是关于Zigbee的一个整体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Zigbee 2023呢 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的更新 那这个Zigbee 2023的这个兼容平台 当然是这个应该说做了不少的一个更新 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更新版本 那其中一点就是特别是关于安全的部分 应该说安全在那个整个物联网行业的话 也一直是备受关注 那联盟以及Zigbee的Zigbee工作组 在这一块也是投入了比较大的这个 经历啊比较大的努力吧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Zigbee 2023的一些更新 那除了安全上的一些增强之外呢 那比如说也包括对这个 新增了Zigbee Direct的功能 能够利用蓝牙的蓝牙低功耗 这个低功耗蓝牙来去解化设备的配网和控制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啊 或者是我直接通过这个智能印象 我就可以去把家里的这个Zigbee的网络来进行搭建 或者是控制起来 那同时的话 Pro 2023支持到了这个Sub-C频段 那是目前的话是针对的是北美和欧洲市场 那这个那当然对于北美和欧洲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它能够支持设备能够去覆盖更广的一个范围 那那个有更强的一个进行强度 那这样的话可以应用于一些 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户外的场所呀 或者是商业工业的一些应用 那还有关于我们Smart Energy这一块 Smart Energy因为它其实对安全性和其他的这个家里的一些设备相比的话 它的安全性要求会更高 所以之前的时候 Zigbee的设备和Smart Energy的设备是一直没有 是不能直接进行通信的 所以在对2023这一次的这个更新里面也特别更新了 具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级别的Zigbee设备是可以直接和Smart Energy的设备进行通信的 那这样的话对于推动我们的这个能源管理啊 应该是一个非常利好的特性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Pro 2023中对通过中枢设备来去入网的流程来进行了一些标准化 比如说我在去这个生态去加入设备的时候 我可以在这个加设备之前对设备来读取一些这个我所需要的信息 来确定我是不是这个把这个设备来加入进来 那就是我也会经常收到我们成员也好 或者是非成员或问到说 哦那现在出来了Zigbee Pro 2023 那对于我们原来的这个 比如说我是用的Pro 2022 这个我的这个兼容性怎么样 那是不是我就不能再去使用了不能够和2023的设备进行兼容 那这一点就是给大家呃来去明确的去那个保证一下 就是Zigbee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会保证对以前版本的一个兼容性 应该是呃向前的兼容性以及向后的兼容性都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证 那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目前的呃这个B技术的它的各个的标准 包括呃业用程的标准现在是这个B3.0 那也包括Smart Energy也一直在更新 现在已经是1.4 还有Granpower标准也一直不断的更新 大家也看到这个B Pro已经从这个R19到R23 那无论是呃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更新 我们都能够保证一个向前向后的兼容性 嗯好的 嗯那我这边关于GIGB和GIGB Pro 2023的一个整体的介绍就到这里 接下来是关于呃Pro 2023的安全特性 以及关于Smart Energy赫兹特性支持的一个介绍 那我这边就呃给到呃教育这边 好的谢谢Manda 呃各位线上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来来自Smart Energy的教育呃 因为Metony 我主要负责的是网络安全架构以及咨询的工作 那今天呢就是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主要的呃Pro 2023的一些安全特性啊 之后的第二个话题是呃呃呃 呃呃呃介绍一下这个这个3B的一些的功能 呃 那么M哦 我们打下一张 EPPRO2023其实它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动 其实在安全特计上做了很大的加强 它考量点其实是 因为要面对现在更多的安全威胁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 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 关于法律法规的合规问题 因为现在各不同地区 各个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也推出相应的法案 比如说已经推出了像新加坡的法案 甚至是将要马上就要执行的英国的法案 以及将要执行的欧盟的CLA法案 或者是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国家 去对于我们IoT产品有更多的安全需求 那么PRO2023其实是看到了趋势 然后也做了更多的安全相关的一些加强 那么今天就会给大家介绍 有哪个特性是2023里面能提前到的 另外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说 因为我们考虑到2023这个版本 要把这个B的设备要跟我们SmartEnergy的设备 要共享同一个网络 那么就对我们的ZQB线路设备有一定的安全需求了 这个里边也强调过说SmartEnergy 跟这个ZQB本身设备的融合可以进一步优化 我们在住宅和商业这个设施内部 尤其是在能源以及设备控制上面做一些应用的拓展 麻烦下一个 这个图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有哪些特性点 那么我今天可能介绍的比较多的是动态链接密钥 APS的真技术器同步以及设备房子能够多一点 接下来一些特性就会有阳光去介绍 那么我先做一个可以回到上一章吗 我先做一个大概的讲解 就是目前PPT上展示的这些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动态连接密钥就算是ZQB Pro 023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新 因为之前的这个连接密钥是基于一些静态的这种交互方式 那么2023是有一种双方去协商的方式生成连接密钥 更好的去防止这种嗅碳这种攻击 对于APS层的PRO 2023的版本也是做了加强 那为了防止APS层的重传这种攻击 所以有一个机制就叫APS的真质重器同步 某种程度上是做了一个限速的功能 然后防止这种大量的重传攻击 至于设备访问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显示 就是非隐性的这种授权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加网过程中可以由线中心去决定 这个设备是不是可以加入到这个网络里 然后smart energy的密钥加强会在阳光里面会提到 还有就是信任中心的替换 就是场景就是比如说替换网关的时候 那么信任中心可以迁移到新的网关上面 以这种安全的方式去实践这个功能 对于信道安全变更 可能熟悉这个Zigbee一些威胁的这些小伙伴就清楚了 之前有些比如说像PenID这些冲突的问题 也会其实在2023里面已经从协议战的角度 已经去做了防止 那么信道安全变更这一点 就是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方式去变更一些信道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里面有PenID的信息的变更 受限模式在我眼光也会提到的 大概意思就是说 只允许信任中心做一些相关的动作 然后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服务于我们的中心网络的入网过程 麻烦我们拿下一个议题 我就会按照我的第一个话题 也就是动态连接密钥 叫Dynamic Link Key这个方式 去这个机制去做一些简单的交互性的介绍 那么现在的这个 像我刚才讲 它是一种协商的过程 那么是基于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公钥密钥队 这种以及 这个团圆曲线的这种标先进的技术去做这个底层算法 那对于可以看到对于之前的R22版本或者之前的版本是有一个重大的安置升级 那么还下一条 这一页其实想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交互过程 当然中间会省畏了较多环节 比如说 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Router 中间接线的信息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的话 这里面只用到了一个路网设备 Joyner 以及信任中心 这两个节点去做程式 我在介绍整个流程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背景 就是大家会发现2023这个版本里面引入了TLV的这种编码形式 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之前GP通常是采用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度去做这个数据针的这个格式 那2023引入这个TLV的方式其实是保证了扩展性 当然像Amanda讲是 虽然引入了TLV 但是它还是做了项目兼容的 那TLV其实编码有两种 就是在ZikB Pro里面有两种的这个概念 第一种就是全局性的TLV 那么这个指的是全局性TLV可以加入所有的名领当中 那么所有的使用这个名领的人都会有这个TLV的信息 还有就是可以扩展到 比如说一些私有定义的 或者是生态定义的一些这些数据 也可以以TLV的这个编码形式去去做扩展 那TLV的这个变化像我刚才讲 它是提供了一些灵火性 并且将来各种生态的集成也多了各种可能 那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TLV会用在一些指令 比如说我们待会看到这个信标指令 就是Beacon一个指令 包括路由的请求响应指令 ZDO的一些响应请求 这个请求响应指令 甚至是比如说APS的这个ME这个实体这个更新 包括中级这些指令 其实都可以把这个TLV嵌入进去 那TLV本身呢 作为一种它是编码形式来讲的话 可以传达更多关于安全的需求 以及一些分片 就是segmentation这些 包括网络连接性 这些数据都可以做一定的扩展 那么看到我们这个背影介绍完之后 看到我们这个交互 其实刚才这个交互已经出来了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还是 比较好理解的是一种in-so-code方式 in-so-code就是已经在设备里面迁入 并且的一种带外的方式 已经跟信任中心交代了 那么预设条件就是说 两边都已经有in-so-code 当然预先配置的口令 不光有in-so-code 是吧 也可以用户自己去定义的一些 passcode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 比如说拼扣这种 人容易几亿的这种拼扣也是可以的 在2023交互的时候 Beacon这个request 就是我们的Magazum 其实没有变化的 发现我们第二条真正在信任中心 返回给入网设备的时候 就有一些拓展 从之前的单纯的BeaconResponse 是拓展到 由TLV这个负载的形式 会传到入网设备里面 那么TLV里面包含的数据 其实就会涉及到了一些 我们是不是2023版本 Pro版本的信息 接下来的这些交互 其实就是我们2023的一些比较新的交互了 你会发现设备在去拿到 Beacon的信息之后 他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信任中心是R23 也就是2023Pro版本的 并且它是支持了DLK功能 就是动态连接密钥 这个生成功能的 那他就会以 这种2023的 这个Network 这个发起的方式 并且 以这个TLV 加入TLV编码 去再去跟信任中心 交互 那阿Bana可以往下 对 一直往下 一直到这个我们 动态连接密钥 这个地方结束就可以了 好的 然后刚才交互 大家发现红色的框子里面 可以看到 有很多 就是TLV这种编码的包 在做不同的互动 我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去 去展示每一条具体什么意思了 我可以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会发现 ZDO 都有一些新的指令进来 比如说 Security Start Key Negotiation 这个Request 以及Response 这两个指令 那他就是用来做 这个 我们讲的是动态连接 这种协商的这种交互 但这个地方 其实并没有写的很明确 为了展示作用的话 一些关键的技术写点 并没有体现在这个交互里面 我待会会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连接交互 连接商 这个大致的技术总结 希望大家能理解清楚 那通过这个过程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之前替代之前静态把 APS Link Key传到网设备 现在是动态生成的 那 结束这个流程之后 动态生成的这个Link Key 就会由性能中心传给了这个我们的设备里边 那如果之后的所有这个APS层的这个连接呢 就是通过这个动态生成的硬梯去做 做保护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中间省区的一些技术细节 那我就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说这个密钥协商它到底设计了什么 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动态连接密钥其实是一种用双向加密交互生成这个连接密钥的基础 那它涉及到的是入网设备的信任中心之间的这个生成的飞顿称这个密钥 去做一些交互 有点像我们在用网页去访问网站的时候 这个HTPS就是基于TLS这种握手的这种概念 有点有点类似这个意思 只是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IoT产品做交互的时候 我们的联盟其实定义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算法 或者是附用一些算法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用Instacode去做这个初始交互的时候 它用了一个联盟定义这个Speak的算法 当然它也是基于这个图人曲线 就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图人曲线 叫叫Curve25519这种图人曲线 像我刚才讲的就是预先配置的除了Instacode 也可以有自定义的一些这种password 如果password的话 它比较有安全保证的话 它其实可以不用走这个Speak的协议 而是走这个我们都知道的ECDHE这种协议方式 投入到应用场景 其实在新的R23设备加入网络 并获取网络密钥之前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动态DLK这个技术去实现的 但是DLK本身并不仅限于你加网过程中 在设备入网之后也可以发起DLK的沟通过程 就是key negotiation的过程其实还是可以在加网之后去发生的 可能有一些场景就将来有一些比更安全的场景 就在做OTA之前呢 他觉得有些设备需要更安全的方式做OTA 那么可以尝试先去做一个DLK的这个link key的这个更新 然后再去更安全的去OTA的方式去升行 这是一种可能的应用场景 麻烦我们往下走 对 然后这个流程也是一个新加的流程 但它是可选流程 不过在网络安全领域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实践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所有这些呢 属于前期的步骤 属于说新人中心确定这个入网设备是他想要加入这个设备 那这一步设备访问或者叫device interview这一步呢 其实是一个授权的过程 先验证了这个设备是我想的设备 然后再去给它一定的权限 然后这个步骤其实是显示的就非隐性的 待会下一页的PPT会讲到有哪些应用场景 会去覆盖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设备真正加入到网络 也就是设备真正拿到网络密钥之前 有一步授权步骤 中间的信息是以这个APS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linky作为保护的 中间传递的信息可能是 比如说我这个设备目前的版本号 或者是一些生态系统自定义的一些字段 可以在这个中间去做一些传输 那么信息中心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去做一个判断 觉得够不够安全 或者是觉得是不是我想要加入的这个授权的设备 它可以决定要不要这个设备真正加入到网络密钥匙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 Device Interview 这个过程 联盟标注这个是科学步骤 对接下来就比较直观一点了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版本的一些交互了 那设备真正加入网的标志 是他拿到了这个network key 就是一个网络层的密钥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交互的时候 设备完全加入网络了 再往下的话 就是真正整个流程做完了 还需要一些步骤 麻烦Amanda往下 OK 这个其实是最后的一步 那这个是DLK需要做的一个步骤 它的目的是替换了最先 预先配置的那个口令 把那个静态的配置的口令 替换成一个新建立的口令 意味着说下一次在做这个DLK流行的时候 是用这个新替换的这个口令 而不是预置的那个口令去做的 这一点其实也是一个最佳网络权实践 基本上是把静态的东西换成一些动态生成的东西 对这个就是大致的一个DLK的一个更新 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提到了有设备仿论的一个概念 就是Device Interview 那这一页其实是想给大家展示说有哪些应用场景可以使用到设备仿论 或者Device Interview的机制 右边这个图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场景体现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云的方式 在Device Interview之后对这个设备做一个验证 这个云就可能是不同的生态系统的 然后不同的生态系统规则去做一个验证 然后验证可以觉得这个设备要不要加入到我的生态系统来 并且可以决定将来要不要以更安全的方式把这个设备做一个OTA生计 这都是可以在Device Interview传输数据的时候去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像我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交互 其实是通过这个APS刚才就是动态生成的密钥去保护的 那么它的信息都是经过加密的 所以整个的交互流程是以一种受控的方式去交互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场景 比如说这个地方也会显示到说 用户的手机也可以去显示出来说这个设备的信息是什么样 那用户也可以在手机上去决定要不要把我这个设备加进 所以给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设备访问就是帮助大家有一个更明确的更显示的非隐性的一种授权 好的 下一个就是帮助大家理解一个特性 是2023才强制的一个特性 叫APS层的真技术系统 首先我们知道APS的真 这个frame counter是有的 而这个机制是在2023要强制执行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是考虑到一些重放攻击 尤其是在APS层的重放攻击 那这个背景就是以一种方式去限制重放攻击的流量 我们可以看整个交互流程 还是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显示 就是这两个方分成了发起方跟接收方 可能大家会对于Trust Center就是信任中心的设备 这个这两个概念比较清楚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发起方跟接收方呢 就是因为有可能有种情况是 在使用这个link key的时候 有可能是在应用层 就是application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简化的话 就以发起方跟接收方去去检视 那大家理解的时候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说你的Trust Center以及这个一个流网的设备 那前提这个就是说 加网之后呢 发起方跟接收方已经做了这个link key的这些交互 那么他们已经在link key上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通道 那第二个这个交互就发现 从发起方到接收方的时候 你发现我尝试发一个包 这个secret number是4 大家会之后会看到不同的secret number再增加 那网外发的时候这个frame counter是会增加的 所以你会看到最开始这个frame counter是34 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接收方收到这个frame counter 然后比较一下目前我的这个frame counter是33 ok 那这个frame counter是有效的 那我就更新一下我接收方自己的frame counter 就是incoming frame counter就是34 ok 那这个是正常的流程 并且最后肯定是APS的acknowledgement这个信息 我会给你发起方 这是一个正常流程 frame counter它本身其实是会被置零的 其中一个置零的情况就是说在接收方 就是reboot之后 reboot之后 我发现这个incoming frame counter才会被置为零 那这意味着说目前我在接收新的这个frame counter 进来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它是不valid 就会把这个标识变成close 那这个时候 发起方如果再去发一个信息给到接收方的时候 发现首先这个sequence是一个新的sequence 那frame counter也意味着从发起方来讲的话 是加了1 就是这个地方看到的是35 那接收方发现不对 我现在的这个frame counter是不valid 那我就要把他这个信息要drop掉 相当于我不处理这个信息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机制出来了 就说要有一个challenge和response过程 就是一个挑战跟回复的过程 把接收方丢掉了这个包之后 就会发起你的挑战的request 叫security challenge request 当然这个发起的并不是以APS这个指令去发起 而是以ZDO的一个方式去发起 那ZDO的保护形式当然是以neverkey去够保护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明明显示说APS的increption 挑战发布局之后 目的是让发起方去验证一下 我拥有了这个APS的linkkey 并且通过一些算法 证明说我拥有这个linkkey 回复一个challenge response 那这个时候发现pring counter当然是加1了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信息发给接收方 那这个response在被我们的接收方收到之后 它要做一个验证 就麻烦了meta再往下 对它验证发现 OK你证明了你拥有了这个linkkey 那我觉得你的信息是真实的 我可信 那我就把这个相当于frame counter 这个meta这个标志 我的指挥的正确 并且我更新了相当于是同步了这个 frame counter这个值也就是36 那接下来的过程就比较简单直接了 那我就需要去把一个sequence5这个信息再重传一遍 因为之前我把它装掉了相当于我没处理 那就有一个重传的过程 那重传了之后 那相当于这个发起方又把这个信息加了异味 然后再去接收方收到之后 再去同步一下这个信息的值 这就是一个整个的这个APS 真具数据同步这个流程 呃再次强调一下说这么做的这个原因 就是为了防止APS层的一些重放空间 呃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线流的过程 好的 呃我刚才的介绍就覆盖了我所想要给大家表达的一些pro2023 一些安全的这些升级 那我还有一点题就是关于这个ZB3G的支持 呃 3G呢就目的还是为了拓展呃这个低功耗无联网 呃大家大家都知道这个ZB3G呢技术本身呢 其实是呃对于这些低功耗是呃有一定帮助的 呃并且呢本身ZB3G是一个这个Mesh网络 那么它提供了一个呃更大型的一个Mesh网络 呃对于这个目前是对于欧盟的北部地区呢 这个它呃我们能看到ZB3G本身物理属性的话 可是可以提升特殊范围 并且是更有效的去穿透墙壁或者是这个照顾障碍物 呃正因为如此呢 它的应用场景可以拓展的不仅限于家居场景 可以拓展到比如说有可能商业或者是工业 这个是这个大型住宅这种 好这是我想要给大家传递的信息 那谢谢大家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杨公子 大家好前面呃Tony和Amanda讲的其实都非常详细了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由我来讲一下呃呃 Digby Pro 2023的一些其他特性 呃呃我呃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呃泰林威的阳斌 然后呃我在这边呢主要是负责呃呃 Digby协议站的一些开发工作 呃像这幅图的话 其实刚刚从你那边讲的已经呃很很全面了 也已经讲得非常好 尤其是像前面的一个2023的一个重大变更 关于像呃Dynamic Linkki啊 还有一些device interview这两个部分 讲的是非常全面了 那我后面的话呃呃主要是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安全特性 呃呃比如像呃Smart Energy的一些呃 网络的一些融合 然后一些呃像那个中枢信任中心的一些替换方法 还有像那个安全通道呀还有Pan ID 呃呃它怎样去防止一些那个不必要的一些变更 还有它那个2023呢它新增了一个受限模式 那这个受限模式的话嗯它呃呃其实在那个网络那边 其实是有一些呃设计的 然后2023的话它是把这个呃呃它一个更更标准化吧 可以让把这个放到一个最基础的标准里面去使用 哎好安慢的我们下一页吧 然后呃Security Channel和这个Pan ID的一个变更呢 这个呃呃主要是为了给那个网络中心啊去提供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控制 去防止不必要的一个信道变更呃呃这个主要体现的话就是可能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在之前版本呃呃我们那个就是呃呃在一个大网络应用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碰到一些像呃网络冲突就莫名其妙的会碰到一些Pan ID或者说Channel突然就变掉了 那这个其实根本原因是在我们之前的写计战版本当中我们呃呃会去通过那个那个微控呃呃还有那个呃就是一些信息里面的会去检测当前呃 بين的呃呃周周边的网络里面呃网络是不是和自己当前生成的那个网络是有一些呃 相同的PanID的 那如果相同的话 它就认为会冲突 然后它不会经过上层的判断 直接由网络层那边去 把那个PanID给更新掉了 这就会导致 在应用上会莫名其妙的发现 PanID进来换掉了 所以像2023的话 这一块它把这个PanID 更新的权限处理 它会交到应用层那边 去做一些检查 然后由应用层去决定 要不要去做一个PanID的一些更新 好 下一页 然后这个Smart Energy 必要加强这一块 其实刚刚Tony那边也 Tony和Amanda那边 已经有提过 就是说在之前 早前的版本 Smart Energy的网络 和我们正常使用的3.0网络 其实是分开的 因为Smart Energy 对安全性的要求更高 而那个3.0可能对 就是安全网络这一块的要求稍微低一点 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网络 那随着当前 就是我们的能源和一些 一些像那些 目前的一些太阳能和一些电动汽车的那个体量是越来越大 那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说把这个Smart Energy的这个网络和我们普遍使用的3.0的这个网络 进行一个网络共存 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我们以后的一个信息交互和发展 那么信任中心啊 它能够识别到设备的一些身份等级 就好比说我们的一个网络 它可以识别出来 入网的设备 它是作为一个3.0的一个设备 还是说作为一个Smart Energy的设备来入网的 然后可以通过网关去统一去控制 或者说去get到一些设备的一些基本信息吧 所以在同一个网络上的Ligabic设备 如果具有足够的安全等级的一些设置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设备呢 当成Smart Energy设备来用 或者说是当成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智能价值的一个产品去使用 这样的话对我们以后期的一些网络融合 是非常有利的 OK 我们到下一页吧 然后受限模式 受限模式的话 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网关 将某一个设备去设置为一个受限模式 然后就是说这个设备在受限模式下 只受控于这个网关 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我这个路网的设备被一些 一些像一些恶意的一些攻击吧 比如说我的这个设备原来是在我网络里的 然后无缘无故的这个设备呢 就被添加了一些绑定 或者说一些离网超过了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一些黑客去攻击 那如果说我可以 就是在这个设备在进入我的这个家庭网络里面 然后我可以认为的对它做一个 受限模式的一个设置 那它就不会就是不会被一些其他的设备 给它解除绑定啊 或者说一些离网操作吧 像这个的话 它主要是在2023 它主要是在那个DUDO层去增加了一些命令 就有一个就是受限模式的一个配置命令 它是由一个网关发起的 给就是某一个设备录网之后 然后我网关可以对这个设备 发起一个 video 命令 去决定是不是要让它进入一个受限模式 OK 我们下一页吧 然后这个信任中心替换 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就是在2023版本之前 其实 我们并没有对这个信任中心替换 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 所以在2023版本之前 我们常用的做法就是说把之前网关的一些信息保留 比如像那个MacDigi 还有那些Network Key 还有像那些Instacore那些东西 是全部给它备份到云上面去 那这个备份的话其实都是 就是产品上或者说是一个用户 他自己去定义的一些规则 它并不是一个标准 然后他也就是说 他有可能会把那个一些网络密钥给 给那个 作为一个明文方式 可能是在一个就是网络上阐述 这样的话 对安全性的话 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2023版本的话 我们在这个信任中心替换上 它提供了一个标准 那这样的话 它对那个MacDigi 它其实像它这个信任中心替换的话 它就不需要说备份像你这个网关的MacDigi了 因为像MacDigi的话 它其实是由HWE去分配的MacDigi嘛 它MacDigi按照原则的话 它应该是全球唯一的 你如果说是替换网关的话 它的那个MacDigi其实是会变分的 那这个23版本 它其实就不需要去备份 这个原来旧的网关的MacDigi了 它只需要备份它的那个 就是扩展的那个PanID就可以 然后它的那个网络密钥和像那个 就是链接密钥的话 它是会对这个 任何Key做一个 一个算法的一个演化吧 应该是一个通过海市啊 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算法 它是为了去确保你的那个任何Key 不被其他外界去获取 因为你其实去获取的话 它也是一个经过加密了的一个任何Key了 这个的话右边我们是有一个替换的一个流程 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就是左边这一幅图 它原来是有三个设备 它是在一个旧的一个网关下面的 它就比如有一个锁 还有一个插座 或者是一个灯 它原来是在网关A里面 然后你的那个网关 它会自动把一些 就是Trust Center一些参数 会记录下来 然后你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导入到网关B 那它Trust Center的一些参数 就有 对就会有右下角的这一部分 就比如像扩展的PanID 还有那个SwipeoutLinkKey 这个SwipeoutLinkKey呢 它其实是经过了一个哈希算法 去得出来的一个TCLinkKey了 它将这些信息导入到新的网关之后 对 导入到新的网关之后 然后新的网关它上电之后 它会通过刚刚的一些Trust Center的一些参数 去创建一个新的网络 它并不是旧网络了 它创建了是一个新的网络 然后它之前在网的一些设备 它会通过Trust Center Rejoin的方式 去揭露这个新的网关 那它其他的设备都揭露新的网关之后 然后就相当于他们重新 组建了一个新的Trust Center Network 然后他们这个里面 就整体的一个网络 相对于原来旧的Trust Center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新的网络了 OK 然后这部分的话 主要是提了一下2023版本的一些稳健性的提升 那它提升的话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去做了一些优化吧 首先第一个是路由方面 那路由性能提升呢 它又引入了四个点 那第一点的话就是引入了一个LQA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说了解VGB协议的 我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LQA 因为在原来早期的版本 我们都是通过链路质量LQI去做一些路由计算的 那么它现在是通过LQA来去做计算了 它对这个LQA其实就是对LQI做了一些链路质量的一些评估方法 它其实也就是说把一些SSI和一些那个背景造声 去做了一些基本的算法 然后去得到一个LQA的值 然后其实这个背景造声的话 这个其实也要看你的那个芯片的那个 就是你芯片本身是不是支持这方面的一些技术 那如果说不支持的话 其实二三的话 它其实也是允许我们沿用之前的LQI去计算的 那如果说你是支持了这个LQA的话 那它的那个路由计算法呢 它就会直接去基于LQA去计算了 然后它会把这个LQA去分成几个区间 然后去印射成相应的一些路由消耗 COS本质 然后2023的话 它在23的这个版本里面 它也去解决了一些实际部署 就是我们现场部署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还有一点就是23版本呢 它也在那个Routing里面 信息里面去加入一些TLV的一些信息 然后这个TLV里面呢 就会带入它那个当前的一些路由表信息 当然这个路由表信息是否带入的话 这个就是可能也是说 在23版本再往后去做一些扩展应用的 在目前23版本里面 它其实并没有做一些强制需求 它只是把这个TLV的一些技术 做了一些基本的描述 然后后期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扩展 然后还有这个2023的话 它对像休眠设备 它也去明确了一些路网和回联式 对一些复节点选择的一些规则 就是早期版本的话 我们其实写一张对这方面 并没有一些强制的规定 然后23版的话 它直接把这个做一个标准 来显示出来 就是说大家都要按照这个规则去做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 就是不同平台的设备 在一个网络里面 它们的一个回联 或者说入网的一个选择方式 至少是一个同步一致的 然后还有一个稳件性的提升 那这个稳件性的提升 主要是体现在它一个数据通信上 那它这个数据通信的话 通信上主要也有三点机制 第一个就是23版的话 它在网络层增加了一个重传的机制 它默认是打开的 就是说你应用层发了一个数据出去之后 如果说Mac层是没有一些回应 没有响应的那它Mac层会重传 然后它的那个重传 confirm到那个网络层 那它这个时候它网络层 也会做几次重传 然后重传如果说再失败的话 它会把这个confirm再提交到 再反馈到那个上层那个APS层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它对那个 shilman的设备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人选机制 还有就是它对那个APS层的一些数据 数据它要求会去使能APS-AC的一个确认机制 还包括就是新增加的那个Dynamic Link Key这个期间 它也要求那个APS-AC这个比特别是要去制造的 它那个APS-AC可能说是在二三版本之前 我们去抓包看到的那个APS-AC去 就是enable的话可能command是相对较少的 那么2023版的话它后期我们可以去抓包 可以去看到它那个APS-AC它好多都是制起来的 这就要求就是需要等到APS-AC的确认之后 然后我才会去做一个下一步的一个操作 或者它也会一直触发那个APS重传的 OK 下一个吧 对 那下面的话我们主要在简单来介绍一下 那个Ziguby Director的一些功能嘛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Ziguby Director Direct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2023的一个新功能嘛 它是为了去简化我们那个就是Ziguby网络的一些部署 因为就是咱们做过Ziguby的可能会知道 Ziguby网的时候它都是一个隐性的一个网络方式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抓包工具的话 你是完全不知道你的一个新设备是不是加入了你想要的一个网络 如果说你附近是有多个不同的网络 然后它的那个Permit Join也是打开的话 那你的这个新的设备可能就是加入的一个网络 并不是你预期的网络 那这个Ziguby Director的话 它就是允许用户想使用你的智能手机 它可以通过你的手机来控制你这个Ziguby的设备 去加入到你的那个指定的一个网络 它主要是将那个BOE的一个技术和Ziguby网络进行一个融合 它是把那个BOE和Ziguby的融合 然后去做一个标准化吧 它可以像CSA联盟嘛 就是把Director作为一个标准去发布 然后我们的用户的话 只要去使用一些它提供好了的解决方案去使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会大大降低我们的一些开发成本 Direct的应用场景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看一下右边的一个视频 这个就可以更直观了 我们就是可以通过手机去指定Ziguby Director的设备 去加入网络或者是创建网络 然后通过手机直接去控制Ziguby网络里面的设备 对那Direct的话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那后面的话我们还交到那个Amanda那边吧 好的 谢谢杨光 好的 因为我们时间也有些超时 那我后面就快速的向大家做一个这个我们一个总结 那通过我们几位的一个介绍 大家也能了解到这个Be Pro 2023 它是增加了不少的特性 特别是在安全性上的加强 以及比如说通过这个利用低功耗蓝牙的这个 这个Be Direct的特性来去减化设备入网和控制 并且能够和Smart Energy的这个设备能够直接的进行通信 对于推动能源优化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那还有特别是几个现任中心替换 对于目前那个这个Be发展到现在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有不少现有的这个这个Be网络已经部署 那在去做网络维护的时候 这个特性就显得非常的有用 好的 那然后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 就是Zigby Pro 2023将如何影响我们现在和未来的产品 首先如果是我们已经有的这个B3.0的几个产品 可以继续在市场上销售使用 不需要做重新认证 那我们也能够保证它和后续的Zigby Pro 2023的产品 能够进行兼容 那就是另外的话 如果我们正在准备开发下一代的Zigby的产品的话 那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 还请大家去选择支持Zigby Pro 2023的这个芯片平台 那如果我们开发了一款新的Zigby的产品 或者是对原有的3.0的产品做了一个升级 那么就要我们还是需要重新做产品的认证测试 那这个Zigby确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标准 那目前全球应该有数百家的厂商的成千上万的这个设备啊 网络啊已经在于部署 好的那Zigby它作为一个这个进攻市场验证的可靠的一个标准化的技术 所以也要请我们的小伙伴们继续去开发我们的这个B产品 或者是加入联盟来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标准制定的工作中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